丈夫出轨后骗妻子领取离婚证 离婚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宋真真觉得这天都要塌了 妻子不甘心被骗 为复婚竞演了一场苦肉计 亮亮的在外屋玩 可是等我醒了 就再也找不着她了 没成想复婚不成 却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复婚不成而丢命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3年4月的一天 北方某是一家婚纱店里 一对男女正兴致勃勃的在挑选婚纱 这个男的看起来也就四十来岁 一招非常讲究 女的289长得非常漂亮 这个女人是试了一件又一件 都感觉不太满意 那么男人在旁边一直耐心的排护 突然男人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来电显示 不由的皱起了眉头 瞟了一眼紧闭着的四衣间大门 然后就接通了电话 低声说道 不是让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吗 可是没想到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他撑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脸色大变 什么 亮亮不见了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他一连串大声的问 没说几句 就匆匆的挂断电话 慌慌张张的离开了 接电话的男人叫马国强 示衣间里的女人是他的未婚妻陈璐 那么亮亮又是谁 竟然让他紧张到将陈璐一个人扔下 自己走了 马国强来到了一处居民楼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开了门 一进门 马国强劈头盖脸就问 你怎么搞的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亮亮是在哪丢的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你给我说清楚 女人在旁边是一边哭一边说 我中午睡了一会儿 亮亮在外屋玩 可是等我醒了 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马国强一听 看了看表 都已经六点多了 这天都黑了 当时就急了 说孩子中午就不见了 你怎么这会儿才告诉我 你有没有去找一找 会不会到别人家去玩了 可是这个女人摇了摇头 说开始我也认为 亮亮是出去玩了 可是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我就出去找 但是不管找到谁家 都说没有看到亮亮 亮亮肯定是丢了 马国强一听 这脑袋呀 嗡的一声 他顾不上继续埋怨这个女人 赶紧就出去开始寻找孩子 马国强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 这个亮亮又是谁呢 原来啊 这个女人名叫宋真真 是马国强半年之前离婚的前妻 而亮亮呢 这是两个人六岁的儿子 平时呢 由宋真真抚养 刚才宋真真来电说 亮亮丢了马国强文言呢 特别着急 才慌慌张张的就赶了过来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跑到哪呢 是不是去了游戏厅啊 游乐场之类的地方 忘了回家 还是真的遭遇了什么意外 马国强二人呢 捞到街上 逢人便问 找遍了大街小巷 可是直到天完全黑下来 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还是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 宋真真对他说 说国强 亮亮该不会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 马国强听完呢 就心里啊 咯噔一下 说对 没准可能是 咱们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吧 因为不确定 亮亮是否真的被拐 派出所呢 也没有正式立案 只是呢 派出两位民警跟马国强 一块出去去找孩子 那么民警的帮助能让事情出现转机吗 亮亮究竟能不能找着呢 由于宋真正居住的小区啊 比较老 还没有安装那种监控设备 而邻居们呢 也都说 没有看到亮亮什么时候跑出去的 那么民警只好跟马国强两个人呢 一块去宾馆呢 火车站呢 客运站等等 人口流动性比较大 安装有监控的地方去找人 因为如果亮亮真的被拐 那么人贩子转移孩子的时候 一定会经过这些地方 可是这一行人找了半天 监控录像是调取了一个又一个 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有几次找到了 一世亮亮的小孩 但是最终呢 也证明是认错了人 奔波了一个晚上 一行人呢 都非常的疲惫 那么回到派出所 做完笔录之后 民警呢 就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一下 再等等消息 马国强万般无奈 只好带着宋真真呢 就先离开了 这两个人的眼里啊 布满了血诗 腿呢 沉得跟灌了签一样 马国强虽然还想再继续找一找 可是实在 是没力气了 他疲惫的对孙中真说 说孩子呢 我会继续找 你呢 有消息 立即给我打电话 我呢 要先回去了 陈璐还在家等着我 这宋真真呢 脸色一变 激动的说 说儿子都丢了 你还惦记那个狐狸精 这儿才是你家 我才是你老婆 你知不知道 这个马国强不耐烦的说道 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呢 不要再胡搅蛮缠 好不好 再说了 亮亮丢了 怪我吗 我呢 不想跟你吵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 转身就离开了 留下宋真真一个人 是呜呜的哭了起来 为什么宋真真会管陈璐叫狐狸精呢 还说自己才是马国强的老婆 要说起来 二人离婚这件事 宋真真还真是冤 直到现在想起当时发生的一切 她都觉得像一场噩梦一样 那天 那天马国强心中中的回到家 说老家的房子要拆迁 几间破房 可能啊 能得几十万的补偿款 如果两个人能办一个假离婚 那么就能算成两户 再多得几十万 哎 有这好事 宋真真也没多想 于是啊 就同意了假离婚的主意 跟马国强呢 一块到民众局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这拆迁的事啊 一直也没有动静 而且马国强也开始夜不归宿了 这让他心里啊 非常的不安 而这种不安 在接到一个女同学的电话之后 上升到了极点 女同学的丈夫啊 在本地做买卖 她告诉宋真真 说她丈夫有天的 看见马国强 跟一个年轻的女子 手挽着手 神态亲密 两个人一块进了一个小区 听到这儿 宋真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呢 当她打电话给老家的亲戚 得知根本就没有什么拆迁的事 她这才慌了 难道马国强在骗自己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这个宋真真的质问之下 马国强终于说出了事情 她说 离婚不是假的 而是真的 她呢 已经爱上别人了 所以说才编出拆迁这件事 骗宋真真同意嫁离婚 那么既然宋真真已经知道了真相 她呢 也不想隐瞒了 而且过几天就要搬出去住了 宋真真呢 觉得这天都要塌了 结婚二十多年 丈夫现在有了外遇 而且还骗她办理了离婚手续 她 该怎么办呢 对 这离婚登记 不是马国强骗她去办的吗 这个东西啊 不能作数 她得去找民政局的人说说 可是宋真真呢 想的也太天真了 民政局工作人员 听了情况之后告诉她 说这离婚呢 是她自愿来办的 不可能撤销 除非两个人都同意复婚 一块过来签字 否则 在她和马国强的婚姻关系解除之后 就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再恢复了 宋真真一听 傻眼了 这马国强有了外遇 怎么可能跟自己再去办复婚呢 思来想去 她觉得 要想让马国强回心转意 恐怕啊 还得从儿子亮亮身上着手 这天 马国强呢 接亮亮跟陈璐一块吃饭 一开始呢 亮亮对这个妈妈口中的坏女人呢 非常的排斥 可是陈璐温柔漂亮 而且啊 还买了亮亮最喜欢的大黄蜂 变形金刚送给她 那么吃完饭之后呢 又陪着亮亮啊 到游乐场去玩了半天 亮亮呢 由于年龄小 很快呢 也就忘了妈妈的叮嘱 一口一个陈阿姨 叫的是异常的亲热 等到亮亮回到家 送真真得知儿子抱在怀里的这个玩具 是陈璐送的 大发雷霆 不但把这个变形金刚丢到了垃圾箱里 还把亮亮给打了一顿 马国强得知此事之后 跟宋真真呢 是大吵一架 说如果宋真真再敢打孩子 或者给孩子灌输一些不好的观念 他就要打官司 争夺亮亮的抚养权 不让宋真真再带孩子了 而这个时候呢 马国强跟陈璐两个人 已经开始在筹备婚礼了 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陈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那是一次招投标会 马国强的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啊 竞标一个工厂 其中一家公司的代表呢 正是28岁的陈璐 他呢年轻 漂亮 举止优雅 又精明干练 以一场精彩的解说 给全场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国强被他的风采深深的吸引住了 那么会后呢 他主动上前叛谈 并且呢交换了良心方式 后来更是以高薪 要职 把陈璐挖到了自己的公司 这越是跟陈璐接触 马国强呢 越觉得自己啊 险入了情网 可是呢 他向陈璐暗示好感之时 陈璐却表示 自己呢 不会跟有父之父在一起 这可怎么办呢 这马国强啊 一门心思要把陈璐追到手 而宋真真在他心里 俨然成为了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马国强清楚的知道 宋真真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让她主动同意离婚 那比登天都难 只能够另辟蹊径 想别的办法 这思来想去 她突然想到了一招 办个假离婚 骗一下这个宋真真 而宋真真呢 对自己的丈夫啊 非常信任 根本就没有设访 也没有怀疑 马国强呢 只使出了一点小伎俩 就如愿以偿的 办理了离婚手续 等拿到离婚证 他呢 就正式跟陈璐表白 说自己呢 跟老婆是包办婚姻 根本没什么感情 遇见陈璐之后 才知道什么是真爱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离婚了 希望呢 陈璐能够接受自己的真心 而陈璐呢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 也不小了 这马国强 各方面条件呢 也都很不错 在矜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接受了马国强 两个人呢 很快就同居到了一起 没几个月 就开始准备婚礼了 可是就在马国强啊 沉浸在和陈璐的 二人世界当中的时候 儿子的失踪却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 丈夫骗妻子离婚后 儿子竟突然失踪 亮亮该不会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 妻子为何不着急寻找儿子 却一心想跟丈夫复婚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妻子接到神秘电话 得知儿子消息 缘合突然崩溃 儿子究竟怎么了 复婚不成 儿丢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马国强再也没有心事 去继续准备婚礼了 他托了各种朋友帮忙打听 但是呢 始终没有亮亮的消息 派出所呢 后来虽然给立案了 也将他和宋真真的信息 录入到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可怎么办呢 马国强啊 愁得头发都白了好多 这一天 他突然接到宋真真的电话 说在电视上啊 看到外省刚刚破获了一个 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解救了几十名被拐的儿童 他想去看看 有没有亮亮的消息 马国强听了这精神的一阵 立即订了两张赶到当地的车票 然后呢 跟宋真真就一块赶了过去 可是一路上呢 宋真真的表现 却让马国强觉得有些异样 这孩子丢了 作为母亲的宋真真 却仿佛没有太过焦虑担心 反而呢 把注意力啊 都放在了马国强的身上 不仅呢 三番五次的跟马国强搭话 回忆一些两个人 从前在一块的温馨时光 而且呢 还事先准备了不少 马国强爱吃的点心啊 馅饼啊 对马国强是嘘寒问暖 关怀背致 马国强虽然觉得宋真真的表现 有些异常 可是呢 他满心都是亮亮的安危 根本就没心思去考虑别的 对宋真真这个殷勤 也感到很不耐烦 偶尔呢 会敷衍几句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直沉默 那么两个人这次能找到亮亮吗 倒了几次车 好不容易到了当地派出所 民警呢 就带他们来到了当地的福利院 见到了托管在那儿的被解救儿童 可是遗憾的是 其中呢 并没有亮亮的身影 两个人呢 是满怀希望而来 失望而去 此后呢 两个人又去过好几个地方 都是得了一些似似而非的消息啊 就赶过去 始终都没有找到亮亮 奔波劳累 再加上啊 情绪起伏太大 马国强在又一次外出寻止的过程当中 病倒了 高烧不退 而且呢 还说起了胡话 那么是宋真真连夜把他送到了医院 又不眠不休的照顾了他好几天 等到康复之后 这个马国强啊 感激的对宋真真说 多亏你照顾我 这几天啊 你太辛苦了 谢谢 宋真真眼圈一红 说咱俩还用说什么谢不谢的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亮亮仍然下落不明 宋真真怎么还有这份闲心 要跟马国强谈抚婚呢 那么面对宋真真的柔情攻势 马国强又是否会回心转意呢 马国强听了之后啊 长叹了一口气 说我知道对不起你 可是呢 我对你啊 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爱的人呢 是陈璐 现在呢 耽误自己是找孩子 这个复婚的事啊 以后不要再提了 这付出了这么多 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马国强还是没有一丝转意 宋真真呢 感觉到失望极了 他气愤的对马国强说 说等孩子找到了 你是不是还要跟那个女人结婚 那我怎么办 现在马国强背着眼睛不作声 宋真真呢 更加生气了 口不责言的说 说如果这样 还不如亮亮 永远也找不到 一听这话 马国强之前呢 对宋真真的感激和愧疚 一扫而光 他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 说你会不会说话 有你这么揍孩子的吗 亮亮的一定会找到的 说着 扭过头就再也不理宋真真了 这个宋真真说完这话之后啊 也有些后悔 可是被马国强给扇了一耳光 他也说不出道歉的话来了 而马国强呢 亮亮丢了以后 宋真真的种种异样表现 也让他反复的思考 他觉得这个宋真真似乎 不是出来找孩子的 而是想方设法 寻找复婚的机会的 可是随即他又否认了自己这个想法 他觉得宋真真无论如何 他是做母亲的 不可能不担心孩子 可能呢 是他太想复婚了 才让自己啊 有了这种不切实际的错觉 那么两个人这次分别之后 一连好长时间 马国强都没有联系宋真真 可是当宋真真有心缓和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 再次得到了一些消息 准备外出寻止之时 却发现马国强竟然带上了陈璐 在火车站里啊 宋真真气愤的问 说马国强 你带他干什么 马国强却说 陈璐知道亮亮丢了之后啊 一直也很担心 他呢 也想尽一份心 这次啊 咱们仨一块去 这个宋真真知道 这是马国强 为了让自己死心踏地 他讲出的办法 有心呢 不让这个陈璐去 但是啊 却又拿马国强没有办法 一路上 只能看着马国强和陈璐 两个人是亲密无间 这心里啊 别提多难受了 宋真真明白 马国强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自己死心 眼见复婚计划彻底失败了 宋真真对于找儿子 似乎也没那么心急了 然而就在三人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宋真真接到了一个电话 让他顿时就乱了方寸 还没有到目的地啊 宋真真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让他顿时是大惊失色 再也顾不上和马国强两个人呕气了 接电话的时候啊 宋真真去了持枪外表 回来的时候面色惨白 整个人都摇摇晃晃 半嗓 他对马国强说 下车吧 咱们不用去了 我知道亮亮在哪 马国强看宋真真神色不对啊 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不管他怎么追问 宋真真就像丢了魂一样 一言不发 三个人在最近的车站下了车 买了返程的车票 按照宋真真的指引 来到了郊区的一个村庄 宋真真的直奔村里的一户人家 一进院子 就看见地上的木板上 躺着一个小男孩 一动不动 面色清白 亮亮 宋真真是大喊一声啊 扑了过去 瘫倒在孩子身上 痛哭道 亮亮 你醒醒啊 妈妈来了 妈妈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可是这个男孩呢 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了 再也不会回应他了 丢失的儿子意外死亡 妻子为何称是自己害死的 我糊涂啊 是我害了亮亮 儿子丢失竟不是被怪 而是妻子复婚计划的一部分 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去找孩子 然后呢 我再对你好一点 没准你就能够回这个家了 妻子被前夫告上法庭 索要精神赔偿 儿子的死亡究竟谁知故 复婚不成而丢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眼前的这一幕 让马国强啊 惊呆了 悲痛和疑惑夹杂着 让他脑海当中是一片混乱 而这一切疑问 在宋真真口中得到了解答 他哭着说 我没有想到亮亮会出事 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去找孩子 然后呢 我再对你好一点 没准你就能够回这个家了 我糊涂啊 是我害了亮亮 原来呀 宋真真一直没有放弃 借孩子寻求复婚的机会 他知道马国强心疼儿子 再想不出别的办法 能够阻止他和陈璐婚礼的情况下 他就想出了一招 假装孩子丢了 让马国强和自己一起外出去寻找孩子的办法 他觉得马国强和他夫妻这么多年 不可能一点感情都不剩 跟陈璐呢 在一起只是一时的新鲜 也许过一段时间 他自己在用一些心事 马国强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好 两个人呢 能够重新走到一起 丈夫呢 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是他万万都没有想到 万般努力都富之东流 马国强根本就不想回心转意 反而导致了儿子亮亮的意外身亡 那么亮亮到底是怎么使的 宋真真的计划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听见喧哗 房子的主人呢 温生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马国强认识的人 谁呀 张婶 张婶是两个人原来的邻居 宋真真生亮亮的时候 还曾经请张婶啊 坐过一段时间的月扫 那么后来呢 张婶搬到了郊区 跟宋真真的偶尔有联系 张婶说 宋真真前段时间呢 突然过来了 说家里啊 有事 把亮亮呢 放在这儿照顾一段时间 但是没想到 亮亮跟村里几个小男孩去玩水 结果掉到河里淹死了 得知真相的马国强啊 是怒火中烧 狠狠地就给了宋真真一个巴掌 说复婚复婚 你就知道复婚 现在儿子没了 你满意了吧 我跟你说 这个事咱没完 马国强啊 立即找车 把亮亮的尸体拉走 办完后事之后 他一直诉状 递到了法院 说宋真真待遇履行监护职责 造成了亮亮死亡的后果 对他呢 造成了精神损害 要求宋真真向他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十万元 接到法院传票后 宋真真惊呆了 儿子意外死亡 他也整天在悔恨中以泪袭面 他万万没有想到 前夫马国强没有安慰就罢了 竟然还将他告上了法庭 索要十万元赔偿金 那么马国强的诉讼请求 能得到法官的 知识吗 坐在被告席上 宋真真是神色憔悴 几度是痛哭失声 他说 亮亮的死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马国强他就没错了吗 因为马国强的欺骗和背叛 两个人才婚姻破裂 他才会出此下策 以图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没有想到 孩子却被意外夺去了生命 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马国强有权向 宋真真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吗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国家呀 对精神损害赔偿 是如何规定的 精神损害赔偿 是指权力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 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 或者精神受到损害 而要求侵害人给予的一种赔偿 在本案当中 马国强要求宋真真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 是基于他和亮亮之间的亲子关系 他认为宋真真的不当行为 致使这种亲子关系遭受了损害 但是宋真真编造孩子走私的借口 试图以此挽回丈夫的做法虽然不妥 但是呢 他将亮亮暂时托付给他人照管 这个行为本身 其实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后果 那么亮亮呢 最终溺水身亡 其实呢 是属于意外事件 那么宋真真呢 对此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而且亮亮的死 对他也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那么马国强呢 在法院的调解之下 最终呢 也撤回了起诉 诉讼呢 虽然平息了 但是宋真真为了复婚 假装孩子被拐 最终孩子溺水身亡的事 却闹得是沸沸扬扬 人们觉得呀 这个女人既可怜又可恨 同时也谴责造成这一切的源头 马国强的出轨和不负责任 迫于压力呢 陈璐选择了和马国强分手 说不放心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这样的男人 而马国强的生意呢 受到影响也大不如前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 马国强呢 也反省了很多 对于责任两个字 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 亮亮的死 却成为他和宋真真心中永远的遗憾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惨烈的车祸过后 撞车的司机却凭空消失 摩托车的零件散落了一地 可是并没有发现骑摩托车的人 撞车的摩托车司机被埋在50里之外 莫非有人杀人埋尸 郭北方一口咬定 他是埋了人 摩托车司机到底怎么死的 他的尸体为何能够飞走 离奇的车祸 明日播出